Hello 各位 这台投影最近比较火 是因为大家都说它的黑位和对比度很高 两个月来我对它的工程样机和量产机做了很多测试 从亮度、黑位、对比度、HDR表现 到游戏的输入延迟 最终的结论是 这台投影就是2025年投影界的一匹黑马无疑 因为数据不会骗人 但它绝对不是完美的独角兽 咱们今天来一起研究它 黑马白马 拉出来溜溜 7月份我就收到它的工程样机 我打开的第一个片子是HDR的奥本海默 没有用蓝光机 用的就是它内置的播放器 当时看了一分钟我就知道 对比度最好的家用DLP投影出现了 我知道这台投影用的是0.47的DMD芯片 我测过很多用这块芯片的投影 非常清楚它们的黑位和对比度的上限在哪里 这台投影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的黑位看起来和索尼P7接近了 但那可是用了三片L-COS芯片的索尼 而且这台它的亮度要高很多 那种观感是既有DLP投影的锐度 又有三色激光的亮度和高色域的同时 还有它不应该有的黑位 后来我测试数据表明 它的开关对比度和P7比还是有差距的 黑位是真的好 在这种极端暗场景下的表现 尤其的明显 就是黑的下去 接下来我们用测试数据来验证一下我的初见感受 以下内容都是基于这台 当辈S7 Ultra Max的量产机 简称S7UM 我们开始吧 这些是我测过的从2023年到2025年的历史数据 这些都是在电影模式下测得的 不是性能或者超频模式 你可以看到这两台投影的对比度明显的高 是因为它们用的芯片是L-COS 在黑位上有天生的优势 所以对比度很高 但售价也不菲 不属于同类 我们先放到后面 剩下的全部是0.47寸的DMD芯片 我就发现用这块芯片的投影 这两年的对比度一直在提升 最高的一台也就是2000比1 但是这最后一台S7UM突然变成了最低2000 最高5000 相当于别人的两三倍 而且亮度也要高不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是一匹黑马 那它的亮度 黑位和对比度 为什么是一个范围呢 因为这台投影它有五档光圈 光圈最大的时候 亮度最高 但也意味着光路中的砸散光度 这样的话黑位就会变差 对比度会变低 光圈最小的时候亮度不高 但砸散光也少 所以黑色就更深沉 更纯净 到这我就想问三个问题 第一 它的亮度最高的时候 和当前同类产品相比 是什么水平 第二 对比度又是什么水平 第三 既然高亮度和高对比度不可兼得 那怎么平衡 要回答这三个问题 就要先量化一下 这台投影的五档光圈下的 亮度 黑位和对比度 这是我测试的各个图像模式的 不同光圈下的数据 可以看到各个模式的亮度 差别最大 比如说性能模式 比三个影院模式的亮度 能高出50%左右 但我们都知道性能模式 只求亮度 不求色准 所以平时观影不用 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是 三个影院模式 而各个模式的数据变化规律 是一样的 我们就用专业影院模式 作为代表 简化一下表格 再来分析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光圈的变小 亮度变低的幅度 同时黑位提升的幅度 和对比度提升的幅度 综合来看 F2.8光圈的收益最大 这也是它的默认光圈 此时的对比度是3000左右 已经是同类旗舰投影的 1.5倍以上 其次是F4光圈 已经达到了接近5000的对比度 F6光圈亮度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但黑位提升幅度也大 所以5000多的开关对比度 就是我手上这台投影的极限 有数据 我们就可以回答刚才的三个问题 第一 当被S7UM的亮度是什么水平 对比度是什么水平 我们找四台 我测过的综合实力最强的投影 大家都不算性能模式和超频模式 我们选三个日常观影或者游戏模式 然后把它的亮度取个平均值 S7UM在F2.2光圈下 亮度是最高的 比其他的高出20%到85%不等 这个时候它的对比度和最好的国产旗舰投影水平相当 在2000比1 如果是默认的F2.8光圈 那亮度优势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对比度是其他投影的1.5到2倍 除了这台3万多元的L-COS投影 它的对比度厉害 但是亮度普通 刚才我们说 S7UM如果用更小的光圈 它的对比度还能再提高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 我们平时用什么光圈能获得一个亮度充足 对比度又很好的画面 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呢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因为投射的尺寸不同 亮度差距会很大 但也不是没办法亮化 这是我经过测量和计算得到的一个表格 这里的亮度 依然是日常观影游戏的模式下的平均亮度 然后用好莱坞数字电影联盟的标准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 把感受分成四档 我来说一下它怎么用 比如说我平时投130寸 我只看这一列就可以 可以看到在F2.2光圈下 它是个白色块 说明超过了200尼特 看起来会有点过亮 那这个时候我可以把光圈调到F2.8 F3.5或者F4 这三个都是蓝色块 蓝色块代表看得很爽 因为它的亮度是大于等于度比影院标准的 所以我在看SDR和HDR片源的时候 都会有很充足的观感 那想亮一点的话 我就把光圈调高 想黑位好一点 就把光圈调第一档 如果我把光圈调到F6 变成了绿色块 代表它的峰值亮度在48尼特以上 也就是好莱坞数字电影联盟 对于标准动态范围 影片的推介亮度 这种情况下看看SDR影片还可以 但看HDR影片的话 亮度就不够充足 所以绿色块代表还行 而灰色块代表小于48尼特 能看但是比较暗不爽 所以说你头的尺寸越大 想舒服的看电影 对投影的亮度要求就越高 那这台投影用它的三个激光器 把亮度做得这么高 对于小尺寸的用户来说 可以缩小光圈来获得一个更好的对比度 对于大尺寸用户来说 用大光圈优先保证亮度观感 就算是用到最大的F2.2光圈 也不至于黑位太差 导致画面变灰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 它的最大光圈下 对比度和同类产品中最好的是一样的 我们平时看电影 用这三个影院模式就可以 它们的区别是这样的 家庭影院模式的白点是D65 色温比较中性 伽玛是标准的2.2 能完整的展现 从黑到白所有回接 保证暗部细节 专业影院模式的白点是D63 会偏暖一点 伽玛是2.6 画面的观感会更黑 有明显的电影感 但也会压缩暗部 损失一些暗部细节 当然也可以手动的调回来 专业影院模式的亮度会略高一点 真彩影院色域范围最大 看上去的颜色会很鲜艳 锐度也略微增加 这台机器的HDR的动态亮度映射 做得很不错 HDR偏远的表现很好 另外杜比视界的设置里面 除了有幕布尺寸的设置 甚至还有屏幕增益的设置 我们根据自己幕布的尺寸和增益设置好 就能让杜比视界的偏远 映射的更加精准 目前国产智能投影的系统界面体验 都不是很简洁 比如说这台吧 从开机就能感受到它的界面设计是花里胡哨的 我看着智能投影在三四年之内 从深度玩家不屑一顾的玩具 到现在挤上了专业投影的牌子桌 都快把别人挤下去了 一方面我要感谢智能投影 在一个很好的价格范围内 把画质卷到了今天这个水准 但我还是习惯不了 一打开界面 又是机器人 又是充会员的 这种画质的专业 和系统体验之间的业余 会有一种撕裂感 当然你可以说整个市场都是这样 但我不觉得因为都是这样 它就是对的 就是用户喜欢乐见的 我希望有一台投影能从界面设计和操控体验开始 就尊重了用户 我不想晚上坐在沙发上看电影的时候 还要跳出一个所谓的AI跟我说 嘿我是AI 快来问我今天天气怎么样 当然这个现状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如果有独立的播放器 可以把开机界面设置成HDMI信源 这样的话开机就是Apple TV 或者是其他播放器的界面 有个好消息是当被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并且计划做一个面向专业用户的UI界面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和意见 要在评论区里说 让他们看到 界面问题还不能算这台投影的缺点 因为这是行业现状 但这台投影的延迟表现就有点问题了 在默认状态下 也就是游戏模式关闭的情况下 输入延迟在140毫秒左右 这个水平大家都差不多 对于看电影来说没有影响 但我们在玩游戏或者接入到电脑的时候 就需要开启游戏模式 那开启之后呢 在60Hz刷新率下有50毫秒 和同类相比还是高了点 虽然可以用来玩游戏 但是没有那么好 如果让我给输入延迟划分一个主观感受 一般到了20毫秒左右 就会很舒服 10毫秒以内就会很爽 50多毫秒的延迟虽然能玩 但是偏高 玩角色扮演类的问题不大 但是如果玩鼠标操控类的游戏 比如说FPS或者是竞技类的游戏 那就不是很跟手 当然要比关闭游戏模式要好得多 另外目前高刷有点问题 用PC给投影1080P 120Hz或者是240Hz信号的时候 它并没有以原生的1080P和高刷来显示 这也会导致120Hz和240Hz刷新率的延迟 基本没有降低 正常情况下应该会明显低于60Hz的 这个问题我已经反馈过 如果说未来固件升级解决了 我会在视频简介里补充 因为它的黑位很好 所以有人问我说它能不能作为索尼P7的平T 从黑位表现上看 它处于以前的DLP投影和P7之间 看亮场景的话观感差别不大 从ADL对比度的测试上也能验证这一点 但是在暗场景下P7会更黑 噪点也更少 这是Alcos投影的优势 S7UM的黑位会明显好于以前的DLP投影 但是和P7还是会有点差距 P7有索尼独有的味 画面的质感会更加自然 而且支持4K120Hz 0.47芯片的DLP投影包括S7UM都不支持 这台投影和P7相比主要有两个优势 一是亮度高并且色域广 头大尺寸也可以不用增一幕 看HDR的亮度观感很充足 二是它们的价格差距有2万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平T的 但也只是平T 我们抛开来画质参数 DRP投影和Alcos投影的观感就是不一样的 而这种观感很难用数据把它亮化 最后说一下这台投影的画面 给我的主观感觉 我经常用的是F4的光圈 回看以前看过的影片 那些熟悉的画面会时不时的给我一种新的感受 比如说黑边变得更黑了 比如说一到暗场景 你就能感受到它黑的下去 和以前的DRP投影相比的话 一到暗场景就灰灰的感觉 现在突然好了很多 这就像是以前用一个几百块钱的电脑音响 习惯了一个比较高的视针在听歌 有一天换了一对Hi-Fi音响 视针突然变小了 听到了以前没有的细节和低频 偏原并没有变 但是回放它的设备提升的比较多 所以观感也变了 这种提升就来自于它通过光机的设计 大幅的突破了家用DRP投影对比度的上限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 最先做出这么一台投影的 是做软件起家的当备 现在我期待的是 它赶紧把那个专业的UI界面给做出来 综合体验肯定会更好 我是考栏上校 我们下期再见